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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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选择 Gmail 注册吉特 选择语言 现在我直接以免费版的账号来操作影片范本套用的使用 可于搜寻栏输入关键字 如教师节就会有很多相关的范本供我们使用 也可以以定义的选项做选择 这里我以个人婚礼这个范本做决定 接着选择要输出的尺寸 每几资料夹上传个人要使用的照片、影片或音讯 接着将要套用的照片拖拉过去 修改文字内容 也可以移动文字 就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专业影片咯 是不是很简单呢? 输入党名 影片输出 有皇冠标志为付费版功能 完成后可按下载 或是直接上传到YouTube、抖音等 刚刚我们展示了如何透过范本高效产出影片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客制化的做法 我会用一手我自己的歌来示范 如何汇入音档和图片 定完成后置与上字幕的完整流程 建立影片 选择尺寸 选择尺寸 汇入媒体 加入音档及图片 图片长度拉至于音档同时长 或者依音档的长度 于秒数这栏直接输入 加入文字 有很多样式可以做选择 可依喜好选取及调整 加入特效 一样有很多特效可选择使用 上传字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腔腔 你看 一部有直干 有字幕的音乐影片 是不是就这么轻松完成了呢 啊对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刚影片里反复出现的这张主视觉图 其实就是我用FlexClip内建的AI图片功能 直接用文字生成出来的哦 说到AI 就不能不提FlexClip 强大又贴心的地方 它的AI魔法工具 接下来 我就带大家来探索一下 这些强大的进阶功能 目前主要是付费版 或有点数的用户才能体验 但保证绝对值得一看 图片方面 AI图片生成 根据文字描述 生成独特图片 照片转艺术图片 将照片转为卡通、绘画、素描 或3D风格艺术作品 AI图片扩展、去背、修复旧照片、提升画质、换装及换脸等功能 增强创意和视觉效果 影片方面 AI文字转影片 只需输入文字描述 AI自动生成包含相关视觉素材和旁白的影片 适合行销、教育及个人影片制作 AI自动字幕 自动辨识影片语音并生成多语言字幕 方便跨语言内容传播 影片去背 智能剪辑 特效滤镜 模板丰富且可定化 提高制作效率和专业感 音讯方面 支援多国语言 生成自然流畅语音 AI音效音乐生成 及音讯降噪 人声分离等 提升影片音效品质 FlexClip的AI工具库功能超丰富 今天我来实测三个我最惊艳的功能 第一 图片扩展 可以成为我们想要的尺寸大小 让画面自然地延伸 第二 AI艺术化 让普通照片一秒变名化 第三 也是最省力的 文字生成影片 整个过程都超级简单 而且最酷的是 你甚至不用想提示词 AI就能一键生成 时下最流行的风格 陈匹绝对让你惊艳 AI扩图 进到AI魔法工具 选择AI扩图 上传图片 选择要输出的比例 按生成 就这么简单 完全不用任何提示词 扩图后的照片非常自然 AI艺术化 上传园图 选择想转换的风格 可爱的3D拍力的 Q版人物 卡通风格 黑白素描 线条绘图 可以应用到小朋友着色 文字生成影片 可以使用AI生成脚本 或是使用现有脚本 这边我直接贴上现有脚本 选择语音 这里有相当多语音可做选择 曹姐姐 原是我不知道 你放开我 我就知道是你们带走他的 陈博言微微有两秒的停顿 没有说 选择字幕 一部有故事的影片 就轻松完成咯 是不是很简单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 也许你会笑我多情 也许你会无感 但这封信 本就不是写给你看的 而是给我自己的告别 我发现 做再多的解释 其实都没有用 当一个人不愿意理解你 他就听不见任何话 哪怕你说得多么真心 我一直记不 介绍了这么多强大的功能 大家一定会想 那该怎么选择版等 首先 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剪辑 做学校作业 或制作不介意 有浮水印的生活影片 那免费版就绝对够你用了 请安心服用 但是 当你开始有以下四个需求时 就是该升级的讯号 第一 你需要去除浮水印 让影片看起来更专业 第二 你需要1080p 以上的高画质 这是现今YouTube的主流 第三 你想无限制使用 它的影音素材库 让创作更自由 第四 你重度依赖AI工具 需要更多的AI点数 那付费版怎么选 对绝大多数的创作者或YouTuber来说 高级版的1080p就是CP值最高的选择 除非你是需要输出4K画质 或是需要海量素材的专业团队 才需要考虑直上 商业版 所以结论很简单 新手学习 用免费版 认真经营个人品牌 选高级版 专业团队 追求知知画质 再考虑商业版 希望这能帮你做出最适合的选择 另外 若评估后有需要升级 影片下方的说明栏 有附上官方网址 及官方提供的折扣码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由取用哦 今天我们完整实测了 创作神器FlexClip 从一键套用范本 到各种神器的AI工具 都证明影片创作比想象中更简单 也为大家分析了 免费与付费版的选择方式 希望能帮助你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学习的路上 你从不顾单 我是一笔MS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